美工和行动自上映以来 票房一路攀升 截至到昨天 票房已经收获了十多个亿 可以说是国庆档名副其实的大赢家 这部近日 电影主创全阵容亮相 在北京举办庆功会 看看激动的三个大男人在台上 白起了剪刀勺 彭于晏小鲜肉 虽然还是那件万年不变的黑夹克 但是依然帅出天际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 自己很求学 所以你知道要怎么样去 融入另外一个文化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像 那比较不像的地方就是 我没看过情侪 然后我也没有击骨 我也没看过奖 但所以拍这个戏就 透过导演给一个这么丰富 这么精彩的一个角色 就可以让我体验一次 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当天为了感谢影迷的支持 片方更是放大招 现场曝光了影片的删减片段 好了 小鲜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虽然每次彭于晏一出场 都会引起尖叫 但是要想感受男神荷尔蒙爆棚的一面 还是去影片中 一度为快吧